真的就是月球者 正面部份的話應該是會選擇攻左邊 我其實燒險保險 攻右邊然後硬碰硬喔 打樓梯的話真的就是硬碰硬喔 沒有走一樓 閃光去斷後 然後呢星星跟DBA走二樓 推了一下 這邊這兩個坦克下去會第一時間會受到閃光第一時間的傷害 直接血線被壓低 差一點 殼上的生存在於說我把你打死 來撐救我的生命 有辦法瞬間把你打死 對 洛福很漂亮 我有想到在這邊一開始防守方 修佛羅這邊閃光 是先被Shadowburn的原始給帶掉之後 米西格馬上轉編 遇到前面的話看到陣型的轉變 我決定拉正 來幫正面補一個第三方的傷害 把旁邊的側襲的部分交給Shadowburn來處理 俄羅斯已經整個 全部都塞進點裡面打了喔 已經拿到三分之二了 那現在Canada應該是準備要往後退了 是 好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狀況來說 這邊的話 一個屯射跳躍直接踩死的是陸修 點上靈運戰 目前人數又是在俄羅斯隊身上 俄羅斯隊目前三個大招 俄羅斯隊手中容易文字握著 還有一個保護器可以去護衝他進場 俄羅斯跟洛福金有大絕 應該是可以抵禦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波戰況 一開始的話 俄羅斯先配合上自家文斯頓 先做個前壓 文斯頓去做一個復活口的擠壓 俄羅斯頓這邊過來是把成功把合上的超版路身 畢業出發來扯上超版路身是到點中間 直接來做站點 那這邊超版路身一結束的話 士兵齊肉修佛殘險 這邊的話 俄羅斯一個dash上去 傷害沒有補足 長得是被補了回來喔 很可惜 也許都不知道應該會等 JOMESTER開完才是死吧 好點上直接做進入滲透 是有閃光 俄羅斯在側夜部分是定到對方的路修 這邊直接拉回去喔 先把自己陣型穩固好 畢竟自己家的文斯頓先倒下 全體持續在做側夜收割過來 直接拿掉了和尚再打掉路修喔 這邊的話 俄羅斯不能想要幫自己的人報仇 沒有辦法 反而是被星星直接避凍而死 在避凍掉米塞的閃光 二樓的部分 喔 這邊的話 阿魯斯頓是走的是 一樣是走高台 他沒有搶到五一分嗎 我是蠻好奇 直接下來直接吃到後排 第一時間星星有回補喔 這個回補很及時 反而是現在是 XQC血量很殘 而是被套了一個球奶了回來 現在限制到對方的原始 喔喔喔喔 下次我回家不信 這邊的部分我們看到的是 米塞克斯閃光 跟上自己家溫斯頓是在點上 這邊的蕭拉伯應該找一個機會開大 雙方的話 先開出超慢路正式 俄羅斯隊這邊的一個和尚 但是 這邊是開出了音波平常來做個反開 自己從事 我們看到蕭拉伯一個進場 訓練習現代表對方的Anjality 時候再收掉的是XQC 哇 這個非常漂亮 打出一個兩個人人數破口 那這邊的美卡丘 這邊的第一把 有收掉的是露西歐 露西歐這邊倒下 營運上面有點問題 蕭拉伯這邊拔刀沒有什麼效果 因為在躲智暴的關係 Rof有點太慢了 有點不果斷喔 他們其實應該是完美的銜接在一起大絕 而不是已經消了很久才開 那時候已經少兩個人了 我們看到目前狀態說 雖然蕭拉伯有打出一個很好的破口 而且持續有的時候有在收頭喔 領藏化的星星這邊 野心之路血像被壓低之後 變回來跳走 是被第一把擋住了飛鏢 沒有死亡 之後米塞克斯在跑到側翼的部分 馬上去把Rof的和尚給代表 這邊一個訊息進來被淘黑球沒有死 這邊路修用臉去幫你擋了一顆三標 之後安家裡這邊順勢拔到出來 是堕掉對方的路修 還有士兵七六之後 這邊修佛再跟旋風火箭帶掉了 是Shadowburn MVP路修啊 路修直接用臉去擋 啊不准打火加營士 剛好跳出來 好這邊的話重新進來 美卡9-5在點上做撐點 大量傷害灌上續戰 是安家裡士兵又先帶掉 是俄羅斯隊的後排 閃光跟路修都先倒下 修佛目前槍線很不錯 再點的是一個殘血的溫斯頓 和尚這時候 這個配合就有點太好 和尚開大是想保溫斯頓 但是溫斯頓 自己跳離開和尚的範圍 然後被打死 沒有溝通好 對 融運文字也在手了 大局循環完全回到加拿大隊的身上 進場的溫斯頓 第一時間把第一法 配合上最後把第一法機甲給拆了 這邊的話 因果平常下來 這邊要拔刀嗎 你受得了嗎 你忍得住嗎 我步拔就是步拔 這邊是抓到一個被淘黑球殘血的路修 現在XQCD點掉的是二路斯頓三名成員 等下是會有 有兩個保護器 有一個保護器 還有野青之怒 那這個 shadowbrand如何用這段時間 起到自己的溫運文字 是重點 這邊是一個音波 不是音波平常 是一個奈米強化的DID 加這邊切入身上槍點掉這個Angellis 但是沒有辦法 Angellis把從左邊高台清光之後 再來到右邊分線的和尚 再帶掉再收掉路修 他躲掉很多發子彈 是佳穎的一個表現 飛比尋常 shadowbrand這邊有收掉 Rural Flags維斯以晚自己也是被對方 露修一個音浪衝擊直接給帶掉 走左側 法拉直接滯空 對於奧羅平台做轟炸 但是他不知道奧羅斯對其實人都在左側 哇 這個不退掉的話會一路被炸回家 趕快拉掉吧 我沒有要拉掉的意思 這邊shoe4一個人是拉到後排 這邊心情殘血 被人帶來直接帶掉 非常漂亮之後在跟進點上 Demis這個血很殘 非常的危險回縮 用掉好像回縮沒有 所以的話在配合上自己露修 牽制住了DVA把DVA的機甲給打掉 所以這一個在戰場上穿梭 打出了很高的價值 對這波其實蠻尷尬的就是 因為你只有一個露修 但隊伍又卡在筆包那裡 俄羅斯對這Mistax的回縮交出來 然後再配合上露修 牽制住了DVA 把DVA的機甲打掉 這個真的很流暢 就是他完全都已經有勾動 好我們看 哇這邊的話 梅干琪這邊是一個 飛彈直接載到對方的溫 溫斯頓之後馬上來做封門 這邊是Anderity 是一個拔刀的發揮 堕掉露修後之後 在點上沒有人出來 這是一波快速團滅 在點上唯一一個閃光出來的力 狂難吧 沒有辦法 先進去沒有DASH了 六六號公路的是 法拉全程都有很好的飾演 知道對方 因為亥隱正其實會挖礦 在礦殼裡面打 所以我只用小美直接卡冰牆來包圍你 這個 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新穎 而且很不錯欸 可是第一波沒有好 所以第二波就不會進礦殼 這個小美雖然說現在 並不是那麼主流角色 而且幾乎拿不出來 但是她的價值還是有 面對到就是 防守方亥隱正 一定會在礦殼跟你打 而且你看我還可以開冰箱 躲你的電子賣衝波 哇 那麼好的角色哪裡找 小美新META了啦 裡面會亥隱還一個大補包 然後我星星站在那個礦殼的門口 剛好那個位置可以判定到打折 然後呢 我在第一把保護 不行了 我回去吃五包換第一把擋前面 持續在那邊卡車 就一直卡 就一直卡三十秒 那我小美冰牆卡下去 直接把你關起來 你吃不到補包只能死 這樣子 她兩隻坦克被卡在那邊 後排就完蛋了 是 你不行奢望你的原始 每次拔刀都能把空中剁得不要不要的 對 真的不能只靠依賴一個人 只是團隊有想 好這邊的話 是電子賣衝波 先下來是第一時間自己也倒下 對方 Angeltis這邊是直接拔刀 開朵 這邊是先收掉是閃光跟露秀 但是這邊的話 Angeltis也歡迎顏色 倒下了加拿大隊 跟俄羅斯隊 目前是一個換品的狀態 車其實差一點點到點 有點可惜 兩邊人只有拔刀 可是 以搭配來講的話 這一波二羅斯會比較好一點 是 因為他們有駭贏的EMP 擋掉對方的技能 哇 這邊的話打了回來是 法拉 你看法拉出來沒人能理他 喔有了 他在這邊剛好被閃光打 是 剛好在低空的時候 然後這些慈悲直接把你拉起來 再拉起來之後繼續打 這邊其實拖了有點久 這打到是一分鐘的時間 XQCB野心之路 是做了很大的一個猜證 在旁邊呢 一個Forsaken 他也是單抓被抓掉了 Sharrowbrand也死亡 在 不管是RK 或是快速對戰 都有一堆雙飛了 你 你本上你要習慣是有雙飛要怎麼打 這個降落直接非常漂亮 反向噴射過來之後 馬上一個無力彈幕炸了下來 但是空中是直接 法拉被 一個陸修點掉 配合上隊友和上的起火 但是馬上隊友跟上 這個忍者經常收掉 是Forsaken 這邊小弟巴也是直接身亡之後 閃光 Forsaken 在點掉的是對方的忍者 還有 霧修 這邊是直接擺陣去做壓門 第一時間 俄羅斯隊是利用這個陰波屏障 來突破這個門的重圍 Agerity 手中有一把龍英文之後 直接拔到DASH 第一段中了 就是拔到的信號 哇 可是馬上被星星收掉 喔 又站起來了 但是沒有刀了 是 第一把完全反應得過來 是 一把就 蛤 蛤 後面有人 然後人就被收光了 兩分鐘的時間 車目前推到是第二段的中間 閃光這邊是一個漂亮的 喔 修佛這邊一帶三個耶 他們已經整個 完全不管你法拉了 我就是不管你 我打地面部隊而已 對 脈衝炸彈出來出手一年 直接黏掉對方MISAK 閃光炸閃光 你看過沒 雖然MISAK這邊也是帶掉的是 加拿大隊邊的 雜莉亞 喔 加拿大隊這邊換上的是雜莉亞 可能想要打最後一個 是 又換掉了 其實雜莉亞在這一段其實有個好處 是我能引力彈出來的話能穩穩的打一波 而且這一波 這條路其實很小 他擊盾其實蠻好擊的 是 你看到沒 MENGA75的一個失敗氣球登場 效果很不錯 直接點掉 第一把機甲之後再收掉 是宋可娜 直接往前壓 這邊謝忻一個野心之怒 是直接做一個室內的壁咚 和尚第一時間開解 超凡路身往前飄 消都不能這邊拔刀 但是完全是被一個硬波屏障 抗住傷害之後 被後面的溫斯頓一把掌直接拍倒 自爆出來 炸掉的是XQC的溫斯頓喔 感覺是在前一秒屏障消失了 但是SHOFOR的一個閃光精彩 表現是帶掉了對方兩顆人頭 再帶Mistake 反而是加拿大隊這邊可以取左營運 車騎快到 空中A20 往上一刷拔刀開剁 第一時間俄羅斯隊 路西歐馬上POP一個陰波屏障 擋住雙方 目前是一個二換三 因為他已經搶到高台了 左邊搶下來囉 等一下個 哇 親起來跳過頭 馬上直接我鎖定你的開啟 直接鎖定掉對方的 欸 倒下來了 哇第一時間是被套黑球之後 馬上是被左鍵一標之後 訊息 近戰帶著 他剛要假掉就直接開 蠻果斷的 不過 血量沒有注意到 哇這邊就在收掉是對方Porsaker 但是後續一個換頭來說是 來自在加拿大隊的優勢 這邊的話路修跟硬朗衝擊 帶掉是Mistake中間 採用去進場在打掉的是 路修 路修倒下 這波應該打不進去 嗯 影韻戰還可以打 可是殭屍的話 他們的缺點就是 他一直在給別人充電 是 其實他剛才 暫時鎖定 打一隻小Diva 然後就被收掉 這點 結果論來說還蠻虧的 蠻虧的 蠻虧的 非常虧 他只是把 反就會死的東西打死了 而且還浪費個大絕 嗯 守住了 對守住了 但是這個和尚大絕 我是真的覺得沒必要 這邊只剩下suffle一個 然後打最後一波了 對 但是你先交 因為 因為他們其實可以car over 他還變成你還在面對 補上一波人士的攻勢 有點風險性開放 可能膨脹了 對 開大新竹馬 沒有問題喔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保險 一個賣風戰爛帶掉 是對方的 10-76 後面部分 第一時間有看到駭影 馬上看到對方在挖礦 持續想出來出卡車 兩隻坦克的協同 車還是過了 那這坦克要退 對 過了 喔 這邊一個 陸修 左劍隨緣 帶掉對方閃光 講隨緣不太尊重 準 夠準 對 專業 而上來測驗部分 找一個很好的射箭 第一時間是一個 派遺別進來 電視拍衝波 開了下去 直接秒掉對方 否則也可能 馬上陸修在音浪衝擊 帶掉對方的 第一把機甲 他們這一波應該是有溝通好 1MP開下去 陸修就直接切加速去打 是 去打 打加油戰其實蠻賺的 對 但是這邊的話 俄羅斯的攻勢還不錯 整體換頭來說 並不是加拿大隊佔優 他們在放你在推過個轉角之後 再把車卡住 對 反正 五包已經害掉了 我覺得俄羅斯隊的駭影並沒有 而加拿大隊的駭影並沒有很OK 對 他 好像只有第一波 那波駭影比較好而已 是 好啦 明著一個十元一個非常漂亮 配合上和尚一球直接帶掉 對方是XQC XQC這邊倒下 持續在打出破口是俄羅斯隊伍喔 閃光上面也是一發直接命上王拳 俄羅斯在這邊好像打回一些節奏 當然這兩次隊伍也是一個擅長攻擊的隊伍 好 我們看到 蝦羅斯在這邊還不錯位置 在頭頂上面持續傷害 喔 這邊 安德里打出一個漂亮的破口 這邊一個容易文字剁掉的是閃光 跟Forsaken的殘壓塔 倒下之後呢 D.Va再接續上去打掉對方的雙坦 加拿大隊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是大絕面 三個還不錯 俄羅斯這邊的話 一個白頭炸彈 路修 喔 路修這邊直接被點掉 被Mistake直接打屁股 追到底之後 看到旁邊D.Va也收掉的是駭影 我覺得加拿大隊對於駭影的操作來說 真的沒有那麼純熟 他們可能 聽我的啦 聽我的 真的換法啦 沒問題 真的換法就贏了 對 我們看到的話 喔 這邊非常漂亮 是Mistake這邊是一個 Mistake先帶掉的是對方的和尚 好 字包在橋上開啟 炸笑來有成功區隔掉對方的陣型 我們看到的是 這邊SRB的一個非常漂亮的表現 先帶掉對方的路修 文字盾這邊這個跳感覺怪怪的 先跳但是沒有人 哇 D.Va這邊在被擠壓 真的啦 你剩最後一段機會可以選擇了 還是不出 加拿大隊這邊很倔強 這邊是誰選出一個一波屏障來做使用 這邊的話 拔到是來自俄羅斯的火影 第一刀先剁掉路修 再剁機甲過來 再刷掉閃光 這還蠻漂亮的 很流暢欸 他整個抓到對方的位置 找慘的打 目前狀況來說 加拿大隊這邊是兩燈亮 我覺得以防守面來說 我覺得有點抖啊 反正是俄羅斯隊這邊的攻勢非常的強烈 他們整個氣勢已經來了 那大絕也掌握得比較順 是 好這邊的話 超版路修仙先開啟 雙方合上開法會 但是這邊倒下的 既然是俄羅斯隊這邊的機甲 薛斗應該是鬼吧 他應該就是人 在別 他的專長就是別打 這邊的話加拿大隊是三燈亮 哇 薛斗第一時間直接血纏 馬上回溯 拉了回來 回溯用掉 接下來進場 就無法那麼深入的狀態下面 這個賣衝炸彈的一個效果 可能會比較像 這隻零砍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他要保持 這邊的話 忍者先開刀 找不到一個明顯的目標 去做傷害喔 有點可惜 薛斗給拔了 對 薛斗給換薛斗拔刀 反而是 雙方人士拔完刀的效果都沒有很明顯 出不忍者好像 雙方的保護機都有康到一定的龍路 兩邊忍者都沒有看到東西 是 對 換我看到星星開啟星之路 是做壁咚 在幻童上面來做 蝦斗這邊打掉是小弟把的機甲 但是在點上換我們看還有 Angeletis 一個忍者 哇 死亡 目前目標的星星從空中是直接落下來 直爆丟起在空中下降 直爆炸了下去沒有任何事情 那這一個是找到側夜部分持續做傷害 消了分之一個訊息 配上和尚黑球這些代表是殘酷之一 和尚超凡路盛開啟 做一個潛壓 喔 這個和尚推太慢了 推太慢了有點危險 因為DVA保的好不然他就把你 他就真的保的好 是 好的話 這個換是自己家俄羅斯類 這邊開啟超凡路盛 起先維持很好 明Tex的一個閃光位置 一直沒有被發現 麥多戰爛丟了出去 直接炸掉在旁邊的Angeletis 哇 這邊的話家隊非常的危險 飛鏢持續在做傷害 人數又是來到了 是俄羅斯隊的身上 沒有人擋車 很可惜 其實對 守方是非常劣勢的 是 現在拿出法拉 臉上就是顯說 你去跟韓國玩吧 對 喔 這邊法拉是直接繞側邊喔 但是俄羅斯隊這邊是相當穩健 是知道你有可能出法拉 所以我就側側 對 是多小房間 雙方一直在拉對角線喔 現在在玩的是一個老英雙小雞的概念 好 這邊直接上點 心靈早日剛好機會是往前跳 平常蓋了下去 配合上自己進場的原始祥 打出大量傷害 但是XQC這邊配合上 只被一個牽線 沒有倒下 反而是收掉是俄羅斯隊的溫斯頓喔 哇 這邊第一把飛上來 想直接收掉對方的法拉 但是在空中就被法拉給擊落 MENKACHU這邊 再收掉對方MITX的閃光 這部除非保得很好 喔喔 再炸對方露西歐 喔喔 再收合上 戰場上面這邊試打4 然後在玩自己很開心 對 所以就要看說哪邊的法拉 有站到比較好的位置 只能第一時間趕快賭散場 做傷害 就是一個最新的服務 MENKACHU好像想要直接打場 地面部 因為應該效果不能在外面 我進來會比他快 對 他不想跟他硬兵 是 好 這邊法拉直接一個 火箭彈幕彈跳上很多的效果 喔喔 如果對方直接負4個起來 哇拉好拉慢喔 至同時這邊的話 空中的ENGERTIX 拔刀想要做法拉嗎 刷上來做磁杯 一刀 兩刀 空中斬磁杯 哇很可惜 法拉空中這邊 是一個火箭職業 在他臉上 直接把他收掉 再收掉的是MENKACHU 手中目前大局來說 雙方剛才都繳得很足喔 但是俄羅斯對的大局還蠻明顯的 俄羅斯的溫斯頓 直接開出野青之怒 這邊是個BET 想把你拉過去在開心之怒 但是至同時 我看到的是MENKACHU 手兩個 手兩個 非常漂亮 而且是縮雙飛 他直接 搭配齒輩就收掉三個 對 再收機甲 再收DVA 殺QZ再打掉的是露西歐 一直在優勢空間的是 加拿大隊的法拉 對 他一直掌握他自己的位置 對 他位置抓很好 對 我一直抓在就是 我一個E 彈牆壁我就能彈到主戰場的一個位置 好 我們看到的話 修佛在側夜部分 是在打傷害 來做一些注意力轉移 正面的部分 同時法拉開啟火箭彈幕 雖然有被XDB收掉 但是死前有收掉 是對方的溫斯盾 入修野倒下 才可以配上XDV再往前吃一波 難道 慈悲是一個會被抗癮的一個 標射 這邊的話空中拔刀 刷上去撞牆 沒有拔到很可惜 這邊的話XDV是有點掉 是對方的慈悲 好消息 但是XDB這邊是收掉 會復活 對 會復活 會拉嗎 有 拉起來了 但是我已經沒有刀了 他應該是撞牆對吧 嗯 對 他卡到 然後Shift卡到 然後我們也沒有爬 所以就整個尷尬 哇 這邊的話 美加局非常漂亮 發揮 直飛前線狀態下 直接彈過來炸掉對方的溫斯盾 我來限制你 哇 這邊持票掰掰了 再炸陸修 我直接一個斷後 我覺得 他的法拉會 雖然在比拼上面來說 不一定會 不一定會贏到BURN 所以他彈跳好像比較劣勢 但是他的 我覺得他的法拉的好處 是他很會知道 戰場哪個地方 我很好發揮 他很會找那個位置 是 一樣拿出是法拉 法拉對法拉的對峙喔 在觀念上面 我覺得是這個 美加局這位選手的 美加局這位選手的 美加局這位選手的法拉 略生一個 對 是有真的在角色池裡面的法拉 嗯 真的有 那 假如不能有點就是 單兵型法拉 喔 這邊 喔 好漂亮 前面炸一個 左邊一甩 再炸閃光 修佛再到前面 收掉的是露西歐 我們只敢講 沒比 沒比 哇 這邊直接抓這個七柚 你看那七柚都齊了 自己一個人先上來搶高台 對 這邊奧羅斯隊我覺得慌了 你看為什麼會出現在七柚在搶高台 然後露西歐在正面 然後閃光在這邊 而且還是用 原本的第八位的剃手來 換成第五 歐羅斯隊要立網狂瀾了 過來炸彈先黏 沒有黏到 很可惜 但是馬上抓旁邊的生命氣 後這邊血殘 又被閃光給帶掉 這邊沒有回溯了 兩個dash拉開15滴血 MISX有成功做出擊殺 第一個破口是加拿大隊 這邊閃光先倒下 蔡庫斯也被做了擊殺之後 在空中的一個法拉開始被大家圍毆 洛福你在等了 喔 洛福復活期兩個人之後 這邊NG20是一個殘血法拉刀先開 在隔反 然後呢一刀剁掉原始 也順便剁掉了和尚 哇 我這邊再收 洛福剛才躲在上面很久 沒人發現 對 我就在等 對 他一直躲在那邊 真的完全沒人發現 所以說 恭喜加拿大隊 這邊是在2比2之後加賽一場 成功擊敗俄羅斯成為了小組第一名